Hello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my vlog 想到的好笑 OK,现在这支影片会在我的travel vlog 过后上 然后,yeah 平时不出眼门 出一次眼门我就变成close contact了 but luckily就是我一路上回来 我都戴口罩,都消毒 然后我回到家也没有跟我家人接触 所以我就直接进隔离了 然后我最后一天隔离是下个星期二 今天是星期日 今天早上的self test呢,是negative 所以我打算星期二再做一次self test 还是negative 我就可以出关啦 我已经取消了 我接下来星期二、三、四的点全部取消掉了 我只知道星期五 因为星期五是我的生日 所以我就想说那一天都不取消 把其他的该取消的都取消了 我前面几天就没有想要vlog的 然后到今天我就觉得说 为什么不拍一拍来我在隔离期间做什么事情 然后我就在想我有什么可以拍 然后发现我隔离与不隔离 我的生活都一样 所以其实这一点就证明了我这个人到底有多么的窄 which is pretty bad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疫情我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什么的pattern 然后我无论再怎么变 我都是这个pattern里面变 but就...oh well 但是我还是会记录啦 然后星期二我self test try的result ratio给大家看 嗯...就是一个很平常的日常blog啦 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不是自愿呆在房间里面的 是泪泡呆在房间里面 有差别 那种人被逼做一样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很不爽 所以我刚开始隔离的前几天 我真的躺着办法我什么都不说 I'm like when will this end 我现在慢慢恢复去日常生活啦 因为我身体也没有状况 我还运动啦 然后我的self test也很好 so well I already school 刚刚我的妈妈把我的午餐送过来了 蛤蜊归蛤蜊 该吃的还是要吃 该喝的还是要喝 大家 I got a rose for the song I got a rose for many people believe don't tell them I got a rose for the song and moon I got a rose for you and me I got a rose for you 都讲了隔离是吃饱碎水饱吃 我给你们看我今天的晚餐是什么 今天的晚餐是面粉糕 很像不同地区会叫它不同名字 可是KL我们是叫面粉糕 这是KL了吼 嗯 面粉糕 我的小说都还没有写到500个字 然后就讲要晚餐了 天啊我最近的写作速度真的有够慢 然后我现在要找一部戏来配饭吃 就是 跟你讲我不找到一个可以配饭吃的西 我没有办法开始吃饭 这是一个不好的行为 但是 我没有办法抛击 早安问问我是不是可以 大家都知道我有一个错 叫做饮料恐怖 那我今天刚刚说到你恐怖的邀请 才是最近非常红的饮料店 其实不只想要餐餐多多饮料 还要煮 现在是早上10点 天啊我都会很远 我等一下要去洗澡了 可是 我还要运动 哎 看这样 最主要是我 怎样拉到我的筋了 我昨天写书可能太固定一个位置 然后睡觉就拉到了 我等下要连高步 现在先去拿我的早餐 早餐 然后 scramble egg和 german sausage 要把刘海夹好 才会显到很油 其实已经非常油了 scramble egg 这么对焦不到 我做完写书 写到半夜2点 然后 今天晚上9点来叫我起床的时候 我就不太行 拖到10点才去床去吃早餐 好累哦 我为了新年买的液体眼影 终于到了 我原本以为它要下个星期才到 结果它这样快就到了 开箱开箱 颜色看起来很好看 看到吗 它颜色看起来蛮好看的 可是我真的不会用 我要去研究看看怎样用 我现在要运动了 才可以去吃午餐 不然吃了午餐又不能运动了 我的运动都是做室内的 因为我的体囊真的非常不好 我就做不到太激烈的东西 加上现在隔离嘛 我就在房间做一些 紧简单单 20分钟可以爆汗的那种 就好了 我先骂一下地 因为我的鞋子踩到地上很肮脏 我运动了 20分钟 然后才奔了 256的cal 感觉等下我去吃一碗面就不回来了 午餐 最后面就搭了 我再自己搭了 就是我处理 快点 我去做室内 就在做室内 路面前 5公里 5公里 3公里 5公里 打开来看,他们就讲很像是考古学的成绩出来哦 so,我现在就要去chat我考古学的成绩 其实我本来打算不看成绩 就到我开学那天都不看成绩 可是我真的太好奇了,考古学的成绩 所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我到底有没有把自己做事 靠腰处了 What the 不靠九十耶 What the hell What the hell 我认识读书啦 可是我没有想到我可以考到九十耶 我现在有点被震惊到啦 我被我自己震惊到啦 我那时候还发了一个story 讲我不可能是九十的那个 What the hell 不太过吗? 假如我考了九十的话,我要开香槟庆祝了 OK 幸福来的有点太快 我要庆祝我的考古学考到不错 我买了一杯mocha frat 不甜 还好 虽然我不知道我其他科目的分数会怎样 因为我们学校出分数会比较慢 我只能不知道为什么考古学那么快 它是我最后一门考的 然后它又出得特别快 就神奇 其实它科到现在都还没出 所以我只能等啦 我下一次check成绩 我看会不会录下来 然后看究竟是考了好还是考了不好 是惊喜还是惊吓 OK but就是 Made my day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被自己的小说idea折磨的一个人 OMG 好烧脑啊 主要是我的逻辑 已经这样卡住了 太多细节了 会死掉了 好烧脑啊 我忘记记了 349个字 今天是我隔离的最后一天 然后 我要做多一次self test kit 15分钟后 我直接给你们看那个result 大家 我的self test出来是 negative 所以我今天就可以解除隔离啦 yes 我大概想去买奶茶 就实体去买奶茶 被关久了 我人就是会 觉得哪里哪里都不自在 就像以前MCO这样子 but anyways 谢谢你们跟我一起看我的这个隔离日记 我觉得我剪了个影片的时候就会发现 我做的事情其实是千变一粒吧 but anyways 谢谢大家观看这个vlog 拜拜